接下来的新闻请民众一起来帮帮忙 由康复之友协会所生产的无农药有机火龙果 现在正式盛产期 而协会希望社会各界以及公司行号跟永业采购 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的机会以及收入 而且主要是现名购买 全部都是免运费 在学员的用心照顾下 一粒又一粒成熟的红龙果终于可以采收 尤其红龙果是在夏季盛产 所以学员常常要在大太阳底下来工作 虽然辛苦却表示很值得 因为这些红龙果不但清凉降火 而且还是有机栽培 品质有保证 除草丝肥啊 柴果 会不会很辛苦 这一点可是比较有活力 顺便运动 对 清凉爽口 安全蛮好的 多吃点可以 素便蜜还有降火去晚上吹起来很好 多吃一点 不会怎样 像是蔬菜果汁一样都很降火气 康复自由协会表示 希望社会大众给这些身心障碍者一个就业跟收入的机会 来购买好吃的红龙果 但是就是说量红一个多 希望说社会大众还是公司行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顺便送人也好 这个是纯粹是没有荣耀的 是没有毒的 欢迎人家来采收后来参观 我们价格我们一斤是以六十块 那宅配是一箱都超10斤 11斤超纯粹 送到达就是700 那管来的时候我们送达就是没有收那个费用 红龙果每箱十斤六百元 县内宅配免运费 县外运送只要多一百元 宜兰修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